在露营的地方啊,看到路边有个徒步的 正好往这边走的 美女你好 你好,哈喽 你这是从哪里过来呀? 从湖北,鄂州 鄂州? 对,湖北 那你走了好长时间了呀 对,走了差不多接近有5个月了 2月12号出来的 2月12号 到现在,这是第二次进账 冬天出来的 2月12号,今年过完年 哦,过完年 对,到现在 去年走的318,去年是7月23号徒步的 哦,到现在 可能加去年的时间 一共是351天了 300多天? 对,加在去年的日期一起 因为这第二次进账嘛 第一次走到318,走到哪里呀? 走到318,从重庆北站出发 走了大拉萨2800公里 2800公里 那时候走了多长时间? 走了126天 哇,那挺好的 我还带着一只小狗 对,我们家狗狗 我们家小狗是另外一个徒步送给我的 他跟着我走了2800 去年2800 今年的一个3000多公里 也是6-7000公里 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主人的2000多公里 他走了8000公里 8000公里? 嗯,对 他跟着另外一个人走了2000 这是什么品种啊? 银湖去 挺漂亮的 银湖 长得像上尾一 外观像狐狸 对,挺漂亮的 看着 银湖 那你推这车看着挺重的 对,我车有150多斤 哦,我看这轮胎都有点压下去了 150多斤 很重的,很沉的 嗯 因为吃住所有东西都是一个 都在这吃上 对 你这是也是找地方露营吗? 嗯,有住的就住店 如果没有住的话就露营 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地方的话就借树 嗯 借树 那你这一天能走多少公里啊? 30公里左右平均 哦,差不多 你这个咕噜是前面是转过方向的 幻象轮,它就是直的 你看吧 幻象轮 就是这样的 这个前轮它很容易坏 这是不是第三辆徒步车了 第三辆 第三辆 就是我第二次进账的 这第三辆徒步车了 这要去珠峰吗? 对,要去珠峰 从我们湖北出发的 呃,全程的话是 4900公里 4000公里 那你得走小一年啊? 今年 呃,9月份到达 把我们的那个,我们要上嘛 嗯 差不多9月份到 然后在后面再去珠峰嘛 对,今年差不多在路上一年时间 一年啊? 嗯,对 那你这也挺辛苦的 是的 哦,还有一个这个反光的 因为我过隧道 然后在路上 如果要是晚上走得很晚的话 走夜路的话 这个肯定要穿上的 对 因为毕竟咱们317的大货车多吧 还有318上面大货车都挺多的 对啊 注意安全 得注意一点 吃太多太多了 是的 像你前边这个带的这是啥? 其实睡觉的那个垫子 垫子 睡觉的,搭帐篷睡觉的 嗯,这个垫子还挺大的 睡得舒服 这个重? 对,对 那你平时吃饭呀 也是自己做? 吃饭的话 现在偶尔有时候做有时候不做 这是干粮 一般平时吃干粮 要么就是找位置吃饭 要么就是借树 借树的话一般的 阿哥阿姐她们都很好的 这是让我们进家门吃饭的 所以说在路上就跟花园似的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玩到哪儿 按着慢慢走嘛 也不着急啊 像你这个腿车上坡的话累不累? 累,如果上坡的话 一个小时只能走两三公里 如果要是不上坡的话 平均的话就是一个小时五六公里 五六公里 你那种大上坡的话 你根本上不去 因为车本身就重140斤 然后你又,它那个坡很抖 抖 特别是咱们的膝盖呀 往前面不停的上推 对,这徒步双膝盖呀 这么一直走 再往前走的话 好像是该翻那个 雀儿山是吗 雀儿山它过隧道嘛 过隧道还好一些嘛 如果要是真正的向外面翻的话 那我们肯定像这种车 140斤 那肯定翻不动了 对,推不动 太累了 你在这儿,在这儿聊快一点 你们说了人的名字 我都不认 要是这一年出来不想家吗 想家,肯定想的 嗯,图完步过后就回家 看家里,看家人 就是到了拉萨啊 对,我会再来的话 待一两个星期过后 然后再访回家 坐飞机回家了 坐飞机啊 那行 一般的我们走的路上的话 就是徒步嘛 回家的话就肯定 返程的话就不徒步了 因为返程的话太辛苦了 对 而且路线也不也不是太好 天气也不允许 是不是 等我返程的话都已经冬天了 对 现在天气有点热了 嗯 现在是热 嗯 你这个经常出来旅游 你父母不担心你吗 担心 都担心 我父母都反对呢 可是第二次 我也跟他们说过了 我就图这一次了 嗯 所以说他们也挺乐个啥的 每天也看我直播 我每天也会跟他们打电话 啊对 给家里 给家里经常联系一点 对 到哪里了 然后就会跟他们说一下 让他们放心 毕竟老人嘛 呃 挂练的是我们嘛 因为做子女的 嗯 第一个 咱们安全重要 不要让他担心 对不对 赚多少钱 都是次要的 身体健康安全 为主要 那我冒病的下 嗯 你多大年了吗 我18 永远都是18是吧 是 你走这里 不会高反了已经 已经没有高反了 我都已经走了六七千公里了 一年了 从去年7月23号 第一次进账 这是第二次进账 第二次 2月12号 第二次进账 我觉得一点反应都没有 除非 我觉得高反是这样子的 嗯 第一个 在海拔高的地方 要休息好 不能熬夜 嗯 还有自己的饮食习惯 睡眠习惯 然后这是不能喝酒 其他的没有什么 像你这走一天挺累的 晚上能休息好吗 晚上下坡了过后就睡觉了 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就八九点钟下坡了 早上六七点钟起床 正常保证自己的睡眠在六到八个小时就OK了 恢复体力很快的 回复好了再慢慢走嘛 嗯 对 今天打算走到哪里啊 今天要翻山走到哪里算哪里 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上坡可能不好走 嗯 今天我本来预计是到那个六到八 就是看今天因为现在时间已经一点了 而且太阳很热 然后高温底下走的话容易中暑 对 这边自在线也太强 嗯 对 就慢慢走别着急累了 就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嗯 是的 看着它里面啊 这里面全是一些装备啊 一些有吃的 有住的 帐篷什么 全在这个里面的 你一个女孩子在了这路上遇到过危险吗 有遇到过危险 怎么说呢 就看你自己怎么那个啥吧 我之前走在四川的时候 走三下八的时候啊 被人跟踪过 跟踪 然后跟着了我两个小时 后面我是找到那种有人的地方 有派出我的地方 我都扎了银 他的帐篷到早上六点钟 我把帐篷收好了 过后我找到酒店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遇到危险你害不害怕 害怕心自慌的 可是我全程直播我不怕 因为有我们家的直播间的每一位哥哥姐姐们 陪伴的我 所以我不怕 我看一下你这个车是自己改的吗 不是 这个车是一个宠物车 是一个宠物车 在网上买的 一个宠物车 然后改装 改装 这个外面就加了一个支架 然后其他的就是这样子 像这外边这个 这个都是夹的 这是自己夹的 外面的外框是自己夹的 然后呢 支架 这个架子 还有这个广告 都是自己夹的 然后自身带的就是这些 它那个只带了两个胎 然后换胎的话 就是自己换胎 你这轮胎还是打气的 是吧 打气的要换胎 我看你拿这么多东西 它是不是容易爆胎 爆胎 如果东西不多的话 走那种平缓路的话还好 如果走那种 上面有石头紫子的路的话 那不是 说不定就两三天就破一次胎 都有 都有可能 因为我背了背台 你可以看吗 这里内胎的话 这内胎的话有三个 再这么多 然后外胎 外胎有三个嘛 内胎的话有七个 带着挺多的 必须得多背着一点 对 多背着一点 是这样的 这一路遇到的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好人多 应该说是好人多 因为我感觉我只走到每一个县程 停留的时间 有很多哥哥姐姐们帮助 然后再次还有当地人 就是我要是走到晚上没有地方住了 有些藏民他也会帮助我 说让我去他们家住 就是我外面搭帐篷的时候 他看见我一个女孩子嘛 所以他就说你在我们家来住 然后也会让我吃饭 在他们家 所以很好的 然后在路上的还有一些哥哥姐姐们 过路的自驾游的 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是 每个人都会给两瓶水 我们 所以说我几乎如果走到路上的话 我的水都不会买的 都是过路的哥哥姐姐给的 叫狗的名字叫什么 叫汉汉 武汉的汉 是在武汉买的狗 武汉 汉汉 汉汉 他平时是吃狗粮还是吃啥 吃狗粮也吃 然后我们家狗就是最喜欢吃肉肉 就是吃了肉才会有劲给你 路上给你拉车 如果你不给肉他吃 那就对不起了 他不想拧你 不想走 他就自己走自己的了 你看他现在就这样子了 有点傻无赖是吧 我记得我车里有水呢 我给他拿两盆水去 幸好我车里有提前买了 在这里呢 现在是小瓶的吧 给他拿个几瓶 放三盆水 再多他我拿不了了 哥 那我先走了 好 好嘞 那路上霸蝶 好嘞 累了就休息啊 好 加油